在日本搜嘎 千万不要随便乱说 这上就是人云亦云的玩梗 不过嘛 朋友之间乐一乐也就罢了 同学们要是以后有机会去日本 再脱口而出这种尴尬的日语 作为一个超正经的日语老师 我真的会感到 Thank you 今天老师要跟大家着重介绍的 就是其中最离谱的 这句话在日语中确实存在 但不是 注意 注意 最后一个字 不是 其次 语尾的音调也有讲究 不同的语调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 比如 语气上扬的时候 就是表示 真的 跟大家熟悉的 意思很像 说这句话时 一般不是真的在质疑对方 而是在表达对某件事的惊讶 而 语气下降的时候 更多只是单纯的回应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波澜不惊 比如 你知道吗 演员老师有对象了 回答一 不会吧 演员老师居然找到对象了 回答二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是怎么组成的 首先 这个单词原本的意思是 那样的 比如 才不是那样的啦 而他放在句尾表示疑问 比如 当然 我说的是做三连这个动作嘛 所以 如果直接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 那样吗 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也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要在 到后面加一个标点符号 你们觉得应该要加哪一个呢 A 句号 B 问号 那这答案是A啊 日本其实是有问号的 但是由于日本人觉得问号过于直接有种冒犯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专门用了一个假名 卡 表示疑问 代替问号 而加一个句号 就是表示 这一句话我说完了 来 答对的同学 单走一个溜 很多同学经常看动漫字幕君 把suka翻译成是吗 但其实 这句话是非常不礼貌的 因为 日语分为口语和精语 区分原则基本就是句子的长度 越长越礼貌 越短越口语 suka 才三个字 你们就循次循次 你礼貌吗 请大家注意 日本只对年纪相仿且亲近的朋友 或者年纪比自己小的人才会用口语 其余情况都必须说静语才行 当我们的说话对象是比较年长 或者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对象时 是绝对不能用suka的 而是要加上日语的礼貌成器 です 变成 そうですか 就像老师我 这么认真的跟大家讲解知识 如果大家听完课之后只回一句 suka 连硬币都不给一个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每天都给你的女神 买早餐 买中餐 买晚餐 任劳任怨 产孝邪尖 却只换来一句 滚 咱就说一整个盟女落泪啊 家人们 更别说在现实生活中 面对长辈领导的时候 遇到一些比我还正经的正经人 指不定当场就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社会的打磨 所以为了表示尊敬 在面对领导时 我们还可以用语气更加尊敬的 sayou de gozaimasu ka 最后就比较厉害了哦 sayou是所有的古语 而de gozaimasu ka 可以看作 ですか the pro max fan 这还虽然看着有点啰嗦 但如果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下 是绝对不可以出错的 再老派的长辈 都一定能够感受到你来自内心的尊重 其实吧 so ka这类的句子 作用无非就是向对方传达 我也在任天听你说话哦 的感觉 所以在跟平辈和朋友说话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更灵活一些 比如你知道吗 现在点赞 关注 收藏 都是有满屏特效的哦 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回复 红豆 真的吗 这个红豆不红豆啊 你可以试试看的呀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在学习过程中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中提出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啊